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最近甘肃 嘎海则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嘎海保护站回收了它们设置在辖区内的红外相机 再次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这已经是该地区连续三年发现雪豹的踪迹 从2018年5月起 甘肃 嘎海则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与兰州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团队合作 在保护区设置红外相机监测样地 在近三年红外相机回收的影像中 连续发现雪豹的踪迹 这是我们2018年第一次检测的雪豹 这是一个成年豹 对 背影 对 它正在往山上走过去 这就证实了我们保护区有雪豹的存在 这是第一次检测的雪豹 那么这边我们最近一次检测的雪豹 是一个夜晚的画面 这个 对 虽然只是照了一个背部 但是我们通过形态和这个特征 可以判断它就是雪豹 雪豹被誉为雪山王者 是极其宾威的大型猫科动物 长栖息于海拔2500至5000米的高山上 在这三年的记录中 红外相机拍摄到了雪豹 散布密实的画面 此外 工作人员野外调查期间 也发现了许多雪豹的足迹 充分验证了保护区内有雪豹栖息的事实 我们下期见